吴玉是江西农村人,身高一米六十一,人长得纤细绣巧,父母生了他和弟弟两个孩子。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就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还是早点去打工挣钱吧,以后找个老实人嫁了。 吴玉是一个乖顺的女儿,就听了父亲的话,去了浙江的服装厂上班。 在厂里,他从最基本的车工作起,他很勤奋,也很虚心,不懂得就问那些熟练工。 厂里的大哥大姐们都很喜欢这个略显腼腆,却很爱笑的女孩子。 吴玉正的工资,大多数都寄回了家,用于贡弟弟读书,父亲说,你只有一个兄弟,当然应该多帮他。 以后,你结了婚,还要靠娘家兄弟给你撑起,才不会被婆家欺负。 吴玉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和厂里的生产组长龙小飞谈恋爱了。 龙小飞是河南人,他说话很风趣,常常逗吴玉开心,吴玉也死心塌地爱上了他。 两个人交往了一年多,龙小飞便向吴玉求婚了。 吴玉说,我爸说,你要娶我,至少要给六万块钱的彩礼。 龙小飞的父亲去世得早,只有一个母亲在家务农,家里的生活本来就很拮据,要拿六万块钱的彩礼的确有些困难。 但吴玉的父亲不松口,吴玉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缩衣结石,和龙小飞一起凑彩礼钱。 又过了一年半,这对恋人才凑够了六万块钱的彩礼,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结婚后,继续留在了服装厂里打工。 在吴玉二十四岁的时候,他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 龙小飞的母亲非常重男轻女,这次吴玉生下女儿后,就不再给吴玉好脸色,经常在儿子面前说吴玉母女的坏话。 他说,我家儿子花了六万块钱的彩礼,你却只给我们加生了一个赔钱货,真是桑门星。 久而久之,龙小飞也渐渐对吴玉母女嫌弃起来。 这时候,龙小飞已经升任工厂的车间主任,车间里许多女孩子为了抢好做的货,都来讨好龙小飞,她的心就开始变了。 后来,龙小飞便和其中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好上了,女人还和她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在一起。 此时,吴玉在婆嫁带女儿,根本不知道龙小飞在外面的事情。 直到那个女人怀孕,龙小飞才回家跟吴玉提出离婚。 吴玉是一个好脾气的女人,男人不要她了,她没有死皮赖脸地求着留下, 而是带着被婆嫁嫌弃的女儿,回了娘家。 此时,吴玉的娘家兄弟已经结婚,弟媳说,离婚的女人回娘家住不吉利, 你还带着一个脱油瓶女儿,这不是想来拖累我们吗? 不行,这个家有你没我。 吴玉不想兄弟为难,只好带着七岁的女儿来到浙江, 自己找了一个私人服装厂上班,女儿则送到当地的小学读书。 吴玉没有靠山,只有靠自己抚养女儿长大,所以她做事非常勤快, 总是加班加点地踩平车做衣服,每天晚上睡觉,都几乎是在深夜十二点之后。 女儿虽然年龄小,但她很体贴母亲,吴玉没有下班的时候, 她就自己在出租屋做作业,还会帮妈妈把饭煮在电饭包里, 她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 工厂里有一些单身的男工人,他们对离婚的吴玉也很有兴趣, 但一听说吴玉有一个女儿要养,他们便都望而止步了。 吴玉也没有指望再结婚, 让男人帮她养孩子,女儿是她的命根子, 她这辈子的希望就是拼命干活, 看着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女儿能过得幸福快乐,她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女儿一天天长大, 读了初中,读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 吴玉很欣慰,她就要把女儿供出来了, 心里自然也倍感欣慰和开心。 但就在吴玉觉得未来可期的时候, 由于她长期的久坐,不知不觉间患上了颈椎病和肩周炎, 她的腰也疼得厉害, 厂里的工作她已无法再胜任了。 吴玉觉得很为难, 她此时已经48岁,文化也不高, 除了会做衣服,再没有其他的特长, 她又该去做什么工作, 才能帮女儿证读大学的学费呢? 吴玉去给公司老板辞职, 服装厂的老板姓王, 已经61岁了, 此时她正在给她的女儿女婿传导生意经。 王老板只有一个女儿, 她的年龄大了, 必须要为自己找个接班人, 所以她就把生意传给了自己的女儿王欣。 吴玉给王老板说出了 自己不得不辞职的原因时, 王老板很惋惜地说, 小吴啊, 你在我们厂里十多年, 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的, 勤劳, 也舍得吃苦, 做人又大量, 真舍不得你走啊。 这时, 王欣就在旁边插嘴道, 爸, 你的年龄也大了, 要不, 就让吴姐到家里帮忙照顾你吧。 她能帮你做做饭, 洗洗衣服, 拖拖地什么的, 不会太累, 这样吴姐也照样可以拿工资的。 王老板说, 这主意挺好, 小吴, 你愿意到我家去帮忙吗? 王老板的妻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了, 女儿和女婿住在别处, 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一栋老别墅里, 她虽然不愁吃, 不愁穿, 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在平时也颇感寂寞。 王老板觉得女儿的建议不错, 吴玉在她的厂里工作了十多年, 可以说, 她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在了这个厂里。 现在她的身体不能再胜任车间的工作, 如果就这样让她走了, 王老板也有些愚心不忍。 王老板听说过吴玉的家庭情况, 知道她一个单身女人, 供养女儿的确不易, 她能帮她一把, 就帮一把吧。 为人行善, 不仅方便了别人, 也方便了自己啊。 就这样, 王欣让吴玉帮忙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 每个月给她五千块钱的工资。 吴玉心想, 自己去外面超市或者饭店打工, 最多能挣三千块钱, 因此她就毫不犹豫答应了去王老板家里做事。 王老板把工厂的生意, 已经半仪交给了女儿女婿, 她每天只是开着车, 偶尔去工厂巡逻一下, 两三个小时便就回家了。 她住的别墅前面有一个大的庭院, 王老板却并没有用来种花花草草, 而是分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 种上各种各样的石令蔬菜。 每天王老板都会去她的菜地里除草摘菜, 她戴着草帽, 就像一个正宗的老农民一样。 吴玉就在旁边为王老板提着菜篮, 手捡她摘下来的黄瓜, 茄子、辣椒, 她咯咯地笑着, 说,王老板, 这里什么菜都有, 我都不用去菜市场了。 王老板说, 是啊, 自己种的菜, 不打农药, 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而且还节约了一笔买菜钱, 又一请养智, 一举三得呀。 吴玉笑道, 老板就是老板, 真会过日子, 我应该多跟你学习。 吴玉将新鲜的蔬菜提到厨房里, 王老板也进来帮忙, 他还教吴玉怎样烹饪菜肴, 才不会让蔬菜和肉食的营养流失。 吴玉仰慕地望着王老板说, 老板,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我虽然是个女的, 但真比不上你会过日子, 你居然连炒菜做饭都这么精通, 简直太厉害了。 王老板说, 活到老, 学到老啊, 我以前要忙着做生意, 对家务事也是一窍不通, 但后来我老伴去世了, 我也退了休, 就学着养生, 跟着书上, 电视上学习, 不就慢慢懂了吗? 吴玉对王老板真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每天都虚心向他学习。 王老板也没有因为他们是雇主和保姆的身份, 就自视清高, 而是手把手地教吴玉做事, 特别地有耐心。 吴玉的女儿在市里上大学, 节假日的时候, 吴玉想请假回去陪女儿, 王老板就说, 让你女儿到我们家里来聚聚吧, 你也不用请假, 家里多一个人也热闹一点。 吴玉就听王老板的话, 将女儿叫到别墅里晚两天, 女儿过来后, 看到别墅里装修豪华又古典, 环境舒适, 母亲在这里住着,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又自在。 他由衷地对母亲说, 妈, 你们老板对你可真好, 你哪里是来当保姆的, 简直就是来这里享福的呀。 吴玉也觉得, 王老板对他尾食不错, 他知道他有颈椎病, 还有腰腿痛的毛病, 就特地买了一把按摩椅回来, 让吴玉没事的时候, 就坐在上面疗养身体。 有时候, 王老板还开车带着吴玉出去旅游, 一起去古镇游玩, 一起登山望远。 偶尔, 他还带他去逛商场, 他看中的衣服鞋帽, 就让吴玉去世, 如果他觉得好看, 就掏钱给吴玉买下来。 虽然, 王老板比吴玉大十四岁, 但是他对他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怀, 让吴玉在不知不觉中, 就习惯了他在自己生命中的存在。 有一天晚上, 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 王老板躺在靠椅上, 吴玉则站在旁边为他捶肩。 这段时间, 王老板的肩膀有些酸痛, 估计是阴天, 他的风湿病又犯了, 他就让吴玉帮他揉揉。 电视里正放着男女主人公拥抱的画面, 镜头半天都没有移动。 吴玉有些不自然,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将心思都用在了手上, 所以给王老板暗揉肩膀的力度加重了。 王老板哀悠了一声, 反手抓住吴玉的手, 说, 你干嘛心不在焉的呀, 都弄疼我了。 吴玉的脸疼得一下就红了, 嘴里含糊不清的, 想解释, 却半天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他想缩回自己被王老板抓住的手, 但王老板并没有放开, 而是抓得更紧了。 他也有些紧张。 问吴玉道, 你愿意和我过日子吗? 吴玉的脸更红了, 他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只是将头埋进了王老板的怀里, 又默认回答了他的问题。 从此后, 吴玉和王老板就住在了一起, 开始搭伙过日子。 后来, 王老板的女儿也发现了父亲和吴玉不寻常的关系, 但他却也没有说破。 他想, 这样也好, 父亲身边有一个女人愿意关心爱护他, 这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所以, 王老板的女儿, 女婿都默认了父亲和吴玉的关系。 王老板的却是真心关心吴玉的, 他对女儿王欣说, 我比吴玉年龄大很多, 今后我老了, 他一个人恐怕日子难过, 你就帮他买一份养老保险吧, 以后他就能拿一份退休工资, 到老了也有个保障。 王欣很听父亲的话, 都一一照做了。 到节假日的时候, 王老板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也时常到别墅里聚一聚, 他们对吴玉都很客气, 把吴玉当作了一家人对待。 吴玉的女儿大学毕业后, 回到市里工作, 也顺利和一个男同事恋爱结婚。 王老板和吴玉一起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王老板还包了一个一万块钱的红包, 祝贺孩子们的新婚之喜。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四年, 王老板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的身体一直都比较健康, 但有一天晚上, 他很早就去睡觉了, 早上却再也没有醒来。 吴玉吓坏了, 当即通知王欣和他的老公过来, 为他们的父亲料理后事。 吴玉心里很悲伤, 虽然他没名没分地跟了王老板十多年, 但王老板是真心将他当老伴一样疼惜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疼爱, 被人珍惜的日子, 这在他以往的婚姻生活中, 是从未有过的幸福, 所以他很舍不得, 王老板就这样离他而去了。 王欣安慰他说, 吴姨,你别伤心了, 我爸到了这个年龄, 就这样安静洒脱地离开, 也是一种幸福吧。 王老板走了, 吴玉看着空荡荡的大房子, 心里感觉异常的失落。 他对王欣说, 阿欣,你爸走了, 我也该离开了。 王欣却拉着他的手说, 吴姨, 我爸嘱咐过我, 在他走后, 也要让我多照顾你, 你准备去哪里呢? 吴玉这才想到, 他居然连一个家,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女儿嫁了人, 他虽然想去投奔女儿, 但自己去打扰她的婆家, 终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被王欣这么一问, 吴玉一时间还真的给不出答案。 王欣也察觉到吴玉的无奈, 他想了想, 就说, 吴姨, 我本来想留你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帮我们守着这个家, 但又考虑到别墅太大了, 而且你肯定会堵物私人, 心里难过。 这样吧, 吴姨, 我们家还有一套空置的二居室, 有八十多平米, 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吧, 那套房子就送给你养老了, 有空的时候, 我也会过去看你的。 吴玉吃了一惊, 他和王老板虽然在一起十多年, 却并没有办证, 和王欣也就没有任何关系, 王欣也没必要为他的养老问题操心的。 他连忙推辞说, 阿欣啊, 这怎么行呢? 你们已经帮我太多了, 我现在还可以拿养老金, 就不要再麻烦你们了。 王欣从提包里拿出那套房子的钥匙, 放到吴玉的手上, 笑着说, 吴姨, 这都是应该的, 你照顾了我爸十四年, 他的心情一直很好, 每次都在我面前说你的好话。 我真的很感谢你, 给了他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 所以我当然应该听爸的话, 让你也老来无忧。 吴玉紧紧握住王欣的手, 感动得热泪盈眶。 谁说只有亲生儿女才会为父母养老啊? 只有我们真心付出, 就会换回温馨的回报。 人间处处有真情, 大家说是吧?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是个哑巴。 我妈说, 她是为了我才留在我爸身边, 吃鸭屁股, 啃烂苹果, 受了不少罪。 不是为了你, 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有一天, 我突然开口, 既然嫌我是累赘, 那你走啊, 你跟我爸离婚了。 我妈惊呆了。 回过神, 她发疯一样骂我, 你能说话, 为什么不说? 装哑巴, 骗人好玩吗? 我叫龚小洛, 是个哑巴。 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我小时候爱吃卤鸭子, 觉得骨头抿着都是香的。 我妈每次买回来, 把鸭肉留给我, 她吃鸭屁股。 直到现在, 她还是这习惯。 我爸劝说, 你别吃鸭屁股了, 现在不缺吃。 我妈说, 该节约还是要节约。 我吃鸭屁股, 就少吃一块鸭肉, 小洛可以多吃一块。 我妈爱做清蒸鲈鱼。 她说, 鲈鱼营养价值丰富, 富含多种维生素, 清蒸能够最大程度保留这些营养成分。 小洛也爱吃, 妈是为了你才买来做的。 鱼头, 鱼身, 你和你爸吃, 我吃鱼尾巴就行了。 只要你们身体好, 我再苦再累也没关系。 我妈买的苹果, 每次只削两个, 我和我爸一人一个。 小洛正长身体, 多吃水果。 你爸工作辛苦, 也要多吃些。 我吃点苹果皮就行了。 她真的把苹果皮洗干净吃了。 过几天, 有苹果坏掉了。 我妈说, 坏掉的苹果, 我吃, 不能给我女儿吃, 我生病没关系, 不能让我女儿生病。 每顿, 我妈炒新鲜菜, 也煮新鲜饭。 但她总是多煮一些, 然后她吃剩菜剩饭。 当妈的, 就是专门吃剩饭剩菜烂水果的, 好东西给你们吃。 我八岁那年, 我妈给我买了一件红色羽绒服。 她说, 这件衣服一百八十块钱, 我一辈子没有穿过这么贵的衣服, 你是我的女儿, 为了你, 我什么都舍得。 正月走亲戚, 我穿着鲜艳的羽绒服。 我妈穿着她几年前买的旧衣服, 袖口都磨毛了。 母女俩就像富人和穷人的对照组。 所有亲戚都夸我妈妈, 过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你真节约。 再苦再累都富养女儿。 小洛做你的女儿真是享福。 亲戚们夸完了我妈妈, 又七嘴八舌教育我。 小洛, 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妈, 要听妈妈的话。 你妈妈什么都为了你, 你如果不孝顺她, 真是大逆不道。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都安静地听着。 因为我是哑巴, 没办法回应。 也会有人关心地问, 小洛还是不能说话吗? 治疗过没有。 我妈忧愁地摇头, 去医院看过了。 医生检查, 没什么问题, 但她就是不说话。 于是大家又同情地叹息, 可惜了, 小洛长得漂亮, 又乖乖巧巧的, 不能说话, 真是可惜了。 在所有亲戚朋友眼里, 我妈是个好妻子好母亲, 但我知道, 我妈的情绪极不稳定, 暴躁易怒。 所以我们家里常年战争不断, 每天早上, 我妈只煮两个鸡蛋, 她细心地包好壳, 分别放在我和我爸碗里。 等我们把蛋吃了, 我妈就发作了。 我天不亮爬起来, 熬粥, 煮鸡蛋, 蒸馒头, 给你们备好换洗的衣服裤子, 还要打扫清洁, 浇灌花花草草, 忙到现在, 我连个鸡蛋都吃不到嘴里。 我爸说, 你自己煮饭, 只煮两个鸡蛋, 我还以为你不吃。 我妈说反话, 我就是不吃, 我没长嘴巴。 又不是没有蛋了, 你为什么只煮两个? 我就是试试看, 你们心里有没有我。 哪怕假装让给我吃, 我也领情。 小洛是哑巴, 说不出来, 你也哑巴了。 就算说不出来, 手里不可以做做样子。 四日早上, 我跟我爸一起把鸡蛋调给我妈。 他还是不高兴, 我昨天抱怨了, 你们今天就都挑给我, 是嫌我话多讽刺我, 让我用两个鸡蛋塞住嘴巴, 还是鄙视我嘴馋, 让我一次吃个够。 我不吃了, 他给我们挑回来, 我爸又挑给他, 他又挑回来。 让了几次后, 我妈愤怒地抓起鸡蛋砸在地上, 放声大哭。 我忙了一早上,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们不帮忙不说, 还嘲讽我, 鄙视我, 我做错什么了? 我爸也暴怒, 把碗砸了, 甩门而出。 我小时候, 面对这样的争吵, 总是手足无措。 我如果吃饭, 我妈骂我, 你个没良心的, 我为了让你有一个完整的家,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我这么伤心, 你还吃得下去饭, 我养你有什么用? 我不敢吃饭了, 走到他面前, 想拉他的手安慰。 他一把甩开, 滚。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连妈都不喊一声, 我养你到底有什么用? 我只能退开, 怯生生看着他。 他又骂, 你是哑巴, 不是傻子, 你爸欺负我, 你只会傻乎乎看着, 不给妈妈帮忙。 我每天好吃好喝, 事后你, 我这么辛苦, 养你到底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只知道, 这时候我呼吸都是错的。 我妈哭闹一会儿, 停下来收拾房间。 打扫完了, 她心情也好了, 又抱着我说, 小洛呀, 如果不是为了你, 妈妈早就远走高飞了。 你爸爸一点也不会体贴人, 我真受不了他, 你可别跟你爸学, 要爱妈妈, 知道吗? 她说很多很多,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只觉得, 虽然妈妈很爱我, 但我更愿意和爸爸待在一起。 我妈一边骂我爸不体贴他, 一边把我爸换洗的衣服拿出来, 也把我的衣服拿出来。 有洗衣机, 但她不用坚持手洗。 用手揉搓, 我才知道衣服哪些地方脏, 才能洗得干净。 小洛, 你看看妈妈这手, 裂这么大的口, 疼不疼? 我点头, 这都是给你洗衣服, 洗成这样的, 妈妈是不是很辛苦? 我继续点头, 没事, 只要你穿得干净漂亮, 妈再苦再累也愿意。 四日早上, 我妈还是直煮两个鸡蛋, 所以我和我爸又面临鸡蛋怎么吃的问题。 我爸挑给我妈说, 老婆, 你辛苦了。 我妈挑回去, 我辛苦什么, 就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 还是你辛苦, 你吃吧。 两个人推来推去, 怕搭掉桌子上了。 我爸赶紧拿起来, 我们一人一半。 我妈不再说什么, 吃了半个鸡蛋。 我松了口气, 把碗里的鸡蛋吃了。 但回头, 我妈就生气地瞪我, 老公, 你说我们养他有什么用? 又不会说话, 又不会心疼人。 我们俩吵架, 他要么自顾自吃饭, 要么站在那里发呆, 像个傻子一样。 现在他都不心疼我们, 以后还能指望他什么? 我真不知道我这么辛苦 照顾他有什么意思。 我爸不断打圆场, 想阻止他再说下去, 女儿还小, 他也不是不心疼人, 我妈眼睛一瞪, 他只心疼你是吧。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是外人。 你们是亲生妇女, 我是后妈。 难怪我每天起午更睡 半夜累死累活, 你们都不心疼我, 原来是把我当外人。 我爸的脸一沉, 起身就走。 我又手足无措了, 独自面对我妈的疾风暴雨。 他俩吵归吵, 但半天就能和好, 所以我要继续面临鸡蛋的问题。 第三天, 我抢先把鸡蛋调给我妈, 我爸马上把它的挑给我, 我妈又挑给我爸, 我再挑给我妈。 两个鸡蛋转了一圈又一圈后, 我妈又生气了, 你们什么意思? 不吃我煮的蛋了是吧? 不吃我以后不做饭了。 我爸哄着他说, 不做吧, 你太累了, 好好休息一下。 我心里也高兴, 我妈不做饭, 我们出去吃, 就没有鸡蛋的烦恼了。 我妈更加生气, 我累是为了谁? 不也是为了你们? 为了让你们吃得健康, 吃得营养, 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可你们竟然嫌弃, 我爸挑起鸡蛋就往嘴里塞, 含混不清地说, 吃吃吃, 我吃, 关于鸡蛋的矛盾, 后来是这么解决的。 我妈每次煮蛋, 我爸都在放一个进去, 让她无话可说。 但总有一些时候, 我爸没顾上。 而且除了鸡蛋, 还有水果, 饭菜, 都会引发同样的争吵。 总之, 我妈做每一件事, 都要试探我和爸爸 到底爱不爱她。 她试探的手段层出不穷, 我爸防不胜防。 她经常都不知道, 我妈在哪一个时刻 就突然爆发了。 家务活, 我跟我爸一直想分担。 但做饭的时候, 我妈嫌碍事, 把我们赶出来。 有时候, 我爸做饭, 我妈又不放心。 她说, 你别把剩饭剩菜倒了, 那是我吃的。 算了, 还是我来, 你出去。 但回头, 她又说她很累很辛苦。 你们就知道吃县城, 也不帮帮忙。 我爸说, 是你不要我帮忙啊。 所以呢? 是我错了。 你不检讨一下我为什么不要你帮忙。 我们扫地拖地, 明明打扫得很干净了。 我妈非要亲自再打扫一遍。 我爸用洗衣机洗衣服, 都晾好了。 我妈说, 没洗干净, 她取下来, 用手再洗一次。 所以, 我妈非常累。 而在她眼里, 我和我爸什么家务活都不做, 就知道吃。 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这么爱你们, 什么都为你们着想, 可你们只会气我, 还嫌我话多。 我小时候很怕我妈, 怕得我从早上起来, 看见她就紧张得手足无措。 因为我永远也不知道, 她哪一时哪一刻就突然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 她生气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化解。 因为不管我怎么做, 都是错的。 我妈总能找到理由打骂我。 然后, 她又抱着我说她有多爱我。 可我的心早已经麻木, 所以我小时候, 如果我妈哪一天不在家, 我就特别高兴。 只是这种时候太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厌烦我妈。 我厌烦她, 总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跟我爸吵架。 厌烦她一吵架, 就迁怒于我, 并上升到我爱不爱她的高度。 厌烦到她一念叨是为我好, 我就躲进卧室里。 我妈也越来越过分, 她以前还要顾及面子, 只在家里吵吵。 后来, 她故意打开门吵, 还叫左邻右舍来评评理, 帮她教育我爸爸和我。 在街上也吵, 甚至在亲戚家也跟我爸吵。 她总是诉说她有多不容易, 有多委屈,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 来批判我爸和我。 我烦不胜烦, 爱哭的孩子有糖吃。 我妈一哭诉, 亲戚朋友都安慰她, 教育我。 我是哑巴, 没办法给别人解释。 我爸是男人, 一解释反倒被亲戚劝说, 你是男人, 要大度, 别跟你老婆计较。 但次数多了, 亲戚也烦。 谁喜欢大过年的, 客人跑来自家屋里哭哭啼啼。 因为听得见, 我正常上学, 家让我窒息, 学校反而成了我的避风港。 高中住校以后, 我更开心, 只有周末回家, 面对我妈的唠叨了。 但有些时候, 我还是躲不过。 我读高三, 到了高考冲刺阶段。 有一天, 我妈跟我爸吵了架, 跑到学校来找我。 我请假出来, 在学校门口, 听她诉说委屈和对我爸的职责。 但她说的还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烦透了, 在手机上打字给她看, 多大点事, 你别闹行不行。 几十岁的人了, 不怕丢人, 我妈顿时翻脸, 指着我大骂, 公小落, 你说我丢人。 我做错了什么, 你就说我丢人。 我十月怀胎, 害喜害得吃什么吐什么, 两腿肿得一按一个坑, 九死一生, 才把你生下来。 那时候你不嫌我丢人。 我一把屎一把尿含辛如苦把你养大。 我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专门买给你吃。 我舍不得穿的衣服, 只要你穿着好看, 再贵我都买给你。 你不嫌我丢人。 这些年你吃的什么? 我吃的什么? 我把好吃的全给你留着。 我吃鸭屁股, 鱼尾巴, 苹果皮, 我抱怨过一句吗? 我满心满眼都是你, 你居然说我丢人。 校内校外都是人。 我们就像猴子被人围观着, 议论着。 有人说我妈在这里吵吵闹闹丢脸。 也有人说, 一定是我不孝顺不听话, 激怒了我妈, 她才会情绪失控。 我急得眼泪直流。 我飞快写字让我妈看, 妈, 您别闹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我妈根本不看, 她也哭, 一边哭一边说, 明明是你爸爸气我, 你还说我丢人。 她说, 我没事找事。 我怎么没事找事了?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我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为了照顾你们, 我累得头发都白了, 脸上长皱纹了, 被也驼了, 手上全是裂口。 你爸连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吃。 你们吃好苹果, 我吃烂的, 吃苹果皮。 你们吃新鲜饭菜, 剩饭剩菜都是我的。 你爸不体贴我, 你还抱怨我。 我为了让你有一个完整的家, 才委屈自己留在你爸身边。 不然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你还恨我,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周围人对我和我爸的指责声, 让我无地自容。 我又急又气, 冲口而出, 既然嫌我是累赘, 那你走啊。 你跟我爸离婚啊。 我妈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我居然能说话了。 我妈回过神, 发疯一样骂我, 你能说话, 为什么装哑巴? 骗人好玩吗? 我的眼泪哗哗流, 我怎么会成为哑巴的, 你不知道吗? 还是你选择性遗忘? 我妈毕重就轻, 喋喋不休, 你骗人还有理了。 我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你装哑巴, 装可怜, 让我无怨无悔为你付出, 还让我愧疚不安。 你现在长大了, 可以不要妈了, 所以你开口了。 既然你不需要我了, 那我死了, 你是不是就高兴了? 她转身就往汽车道上冲, 滴滴滴滴, 喇叭声响成一片, 我耳边全是惊恐地喊叫。 这些年, 我妈寻短剑的次数, 没有一百次, 也有五十次。 她经常为一个鸡蛋, 一个苹果, 一碗饭, 跟我爸吵得天翻地覆, 然后她要跳楼, 要撞墙, 要上吊, 逼得我爸妥协, 认错, 道歉。 所以在我们家, 摔碗砸盘子都是小儿科。 我爸为什么动不动摔门而出? 因为他只要留在家里跟我妈继续吵, 我妈就会用这样极端的方式逼他认错。 现在, 我妈终于把这一招用到了我身上, 救人是本能。 此时我的大脑是空白的, 什么也没有想。 而我的双腿比大脑反应快, 没有接到大脑的指令, 就跟着冲上去, 抱住了我妈。 我妈大力一摔, 我仰面朝天, 头撞在了地上, 痛得天旋地转。 知, 我身后传来紧急刹车声, 围观的人又惊呼起来, 司机伸头就骂, 吃饱了撑的, 在公路上跑着玩。 我妈指着司机回骂, 你有种撞上来啊, 你撞啊。 眼睛瞎了, 看不见有人, 我妈迷之自信, 在家里, 她只要寻死觅活, 我爸就会道歉。 连我爷爷奶奶都怕她寻短见, 这些年都不来我们家了, 眼不见心不烦。 于是在外面, 她也越来越嚣张跋扈, 没有理, 她也能掰三分, 有理更不饶人。 她跟司机对骂了一会儿, 又回头骂我, 你现在不装哑巴了, 又装笼子, 装瞎子, 是不是? 看见车来了不知道让, 是不是要让车子撞死, 才甘心? 我忍着头痛, 站起来问, 妈, 是不是我死了? 你才高兴? 我妈勃然大怒, 你凭什么死?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还没给我尽一点笑, 有什么理由死? 我忍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爆发了。 我大声质问她, 谁家父母养孩子不辛苦? 哪个当妈的像你一样, 天天挂在嘴上? 你煮鸡蛋故意煮两个, 有苹果你偏要吃苹果皮, 你自己感动自己, 却要让我和爸爸觉得愧疚, 让我们以为自己对不起你。 你问问这些当妈的, 有你这样对待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吗? 有吗? 哎呀呀呀, 我嚎啕大哭, 以前是哑巴, 再委屈, 我也只能无声地流泪, 现在我终于可以用更响亮更坚力的声音压倒她了。 我哭得泪如雨下, 我妈大吼, 你哭什么? 哭什么? 还不给我闭嘴? 丢人现眼的。 她吵闹的时候, 让我和我爸没面子, 她很高兴。 现在我吵闹, 让她丢人, 她就受不了了。 我不理她, 继续大哭。 我妈怒发冲冠, 剔头盖脸就打我几巴掌, 我叫你闭嘴。 闭嘴。 我的头越发痛了, 痛得眼睛一阵一阵发黑。 我抓我妈的手, 却抓住了她的衣领。 马上有两个老人过来拉开我的手, 使不得, 使不得, 你妈妈打你是为你好, 你可不能对妈妈动手, 这是大不孝。 更多的人批评我, 现在的孩子太娇惯了。 做错了事, 父母说不得骂不得, 打几下还敢对父母还手。 可不是, 我们小时候挨打都是跪着的, 别说还手, 认错慢一点, 都能打得皮开肉烂。 小姑娘, 你妈妈教你是为你好, 你要对妈妈感恩。 我妈见舆论站在她这边, 马上大放悲声, 哭诉她有多爱我。 我每天吃剩饭剩菜, 穿破衣烂衫, 没有半句怨言。 好吃的好穿的, 我都顾着她, 只希望她孝顺我, 懂得感恩, 可她一直嫌弃我, 现在还想打我, 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教育我。 这正是我妈妈的目的, 我想走走不掉, 想解释, 没有人听, 十几张嘴巴对着我巴巴巴, 我脑袋嗡嗡嗡的, 眼前晃动着一大堆字眼, 不笑, 不敢, 大妈妈, 我的眼睛一黑, 什么也不知道了。 最后的意识里, 我听见了我妈的惊呼声, 小洛, 小洛你怎么了? 我想笑, 我的妈妈呀, 你到底是爱我还是讨厌我? 你抓住一切机会责骂我, 打击我, 恨我不优秀, 恨我丢了你的脸, 可我出了事, 你又如此紧张, 我的世界陷入黑暗, 我的心却无比安宁, 我想就这么沉睡, 再也不要醒来。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 爸爸妈妈都很爱我, 妈妈温柔地给我梳头, 洗脸, 她拿出宝宝霜, 用手指扣一点出来, 在我脸上点点点, 然后给我抹匀, 她低头在我脸上亲一下, 说, 我女儿好香, 我笑着, 也亲亲妈妈的脸, 走, 去吃饭, 妈妈抱着我来到桌边, 一盘卤鸭子, 我特地看了看, 没有鸭屁股, 一份清蒸鲁鱼, 没有鱼尾巴, 哦, 在我爸爸碗里, 三个鸡蛋, 妈妈拿起一个包壳, 等她包完放进我碗里, 回头发现, 她碗里, 也有一个包得光溜溜的鸡蛋, 是爸爸包给她的, 她温柔地笑了, 妈妈一边吃, 一边询问爸爸的工作, 爸爸有些发愁, 说笑意还是不好, 没有奖金, 只有基本工资, 妈妈安慰她, 别担心, 我在家里也可以找点兼职来做, 保我们的生活没有问题, 饭桌上没有争吵, 没有抱怨, 没有哭闹, 和别的三口之家一样, 温馨又温暖, 我心里满满都是幸福, 砰, 我妈突然将碗砸在地上, 指着我怒吼, 你为什么装哑巴, 你能说话, 为什么不说, 你让我愧疚, 让我觉得对不起你, 我不敢离婚, 不敢离家出走, 原来你都是骗我的, 骂声渐渐清晰, 就像在我耳边, 我用力睁开眼睛, 看见雪白的墙壁, 才知道我在医院里, 我妈正冲着我爸大喊大叫, 她痛哭流涕地吼, 你知道小落庄哑不告诉我,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她眼里只有你这个爸爸, 哪里有我这个妈, 你们经常合伙骗我, 以为我不知道, 她装哑十年, 你就帮她瞒了十年, 你们是要逼死我吗,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我的头轰轰作响, 像要爆炸了一般,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妈改变, 我只知道, 我要坚持不下去了, 这样窒息的日子, 这样痛苦的生活,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坚持, 一个护士进来, 生气地说, 你们在病房里吵什么, 病人需要安静, 我妈什么也听不进去, 嚎啕大哭, 我爸想把她拉出去, 她不肯走, 大声控诉我爸, 和我有多对不起她, 我看见护士的衣服袋里, 有一把剪刀, 我爬起来, 突然抢了她的剪刀, 跳下床大声喊, 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把这条命还给你, 我抓起剪刀扎向我的胸膛, 护士眼疾手快扑过来抢, 我爸也冲过来抱住我, 我妈呆住了, 停止了哭喊, 经过一番抢夺, 护士拿走了剪刀, 我妈觉得我安全了, 又喊叫起来, 你不用吓唬我, 该死的是我, 你们都没有错, 是我一个人错了, 他也去抢护士的剪刀, 护士吓得连忙后退, 我爸放开, 我去抱我妈, 我跳下床冲进洗手间, 砰得降门反锁, 我靠在门上, 两眼清明地看着窗外, 我现在能想到的改变我妈的办法, 就是我比她更疯, 我爸大力拍门, 高声喊我的名字, 我妈先是骂我用死威胁她, 然后就哭了, 哭得惊慌失措, 喊我爸, 你踹门呀, 踹呀, 快点啦, 我的眼泪, 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 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为什么, 我打开了水龙头, 我爸踹开门的时候, 我的头埋在水池里, 有满满一池水, 我爸将我抱起来, 我妈急地喊, 救命, 救命啊, 医生, 医生很快来了, 把他们赶出去, 对我急救, 我并没有昏迷, 把嘴里包的一口水吐出来, 就睁开了眼睛, 医生把我后脑勺的伤, 重新处理了一下, 又教我要好好爱惜生命, 我的眼泪又掉了出来, 一个陌生人尚且在乎我的生命, 担心我自杀, 我妈却一再把我网绝路上逼, 医生出去, 很严厉地训斥了我爸妈, 禁止他们在病房里吵闹, 随后, 是我爸一个人进来的, 他默默地坐在床边, 过了很久, 我睁开眼睛, 叫了一声, 爸, 我爸的眼泪刷得就下来了, 哽咽着说, 小洛, 你真的能讲话了, 我点头, 我五岁那年, 我爸妈为一点琐事,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我妈喊出了离婚二字, 以前她说离婚, 我爸就掩齐息鼓不作声了, 那天, 我爸也怒吼道, 离就离, 谁不离是孙子, 我爸甩门而出, 我妈疑神疑鬼, 觉得我爸外面有人了, 不然她为什么敢跟我提离婚, 我爸几天没有回来, 我妈心慌得厉害, 她跟哪个狐狸惊鬼混去了, 但她心里在慌, 也不会向人打听, 也不给我爸打电话, 她不想让我爸知道她放不下她, 担心她, 她烦躁只能拿我出气, 骂我, 你如果是个男孩, 你爸哪里舍得跟我离婚, 就因为你是女孩, 你爸才有外遇, 不知道哪个狐狸惊怀了她的儿子, 把她的心拴住了, 我爸迟迟不回来, 我妈就打我, 无缘无故地打, 她不许我说话, 不许我哭, 也不许喊她, 她对我爸牵挂得魂不守舍, 没有胃口吃东西, 也不煮饭, 我饿得受不住了, 哭着叫她, 妈妈, 我要吃饭饭, 我妈将我一顿暴打, 我哭的声音都哑了, 缩在角落无声地抽气, 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突然被拉扯起来, 我妈大声骂, 快吃, 饿死鬼头的胎, 你爸都不要你了, 还惦记着吃, 我看见面前放着一碗小汤圆, 指头大, 我饿极了, 用勺子咬了一个放进嘴里, 不料非常烫, 我急忙想吐出来, 但我妈饿狠狠瞪着我, 五岁的我早就被妈妈打得吓破了胆, 不敢吐, 强行吞了, 那种滚烫, 从我嘴里一直到喉咙, 到胃里, 我难受得眼泪汪汪, 也不敢哭, 一碗汤圆吃完, 我一下午喉咙和胃里都热乎乎的, 很难受, 晚上我发起了高烧, 但我是一个人睡一个房间, 所以我妈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 我妈大声喊我, 叫我起床, 我想答应, 却发不出来声音, 我妈冲进来, 扇开棉被, 在我屁股上重重打了几巴掌, 你哑巴了, 我喊你不出声, 我屁股被我妈打得火辣辣的, 还是哭不出来, 只有眼泪无声地流, 我妈打完才发现我发烧了, 又骂我生病为什么不告诉她, 她带我去医院拿了感冒药, 要吃完了, 我还是不能发声, 我妈天天骂我装哑巴, 骂我和我爸想气死她, 骂着骂着就动手, 她把我爸爸离家出走的气, 全部发泄在我身上, 我爸爸终于回来了, 发现我不说话, 问我怎么成哑巴了, 我妈不耐烦地说, 哑了好, 以免她一天哭哭啼啼烦人, 嘴上这样说, 因为我爸回来了, 她心情好了, 所以她还是带我去治疗, 但找了好几家医院, 都查不出来问题, 我妈抱怨是我爸离家出走, 我想我爸哭哑了的, 但她又自责地说, 我不该让她一直哭, 她就不会成哑巴了, 或许是因为自责, 她那段时间对我特别好, 几个月后, 她又失去了耐心, 医生说了你没病, 你为什么不说话, 叫生妈让你觉得丢人吗? 上高中以后, 我开始怀疑, 我不能说话是一种心理疾病, 但我没有告诉父母, 也没有找心理医生治疗, 直到被我妈气急了, 我突然开了口, 一般父母, 见哑巴女儿开口说话, 应该喜极而气吧, 我妈却勃然大怒, 认为我是骗她的, 说来也不奇怪, 她向来多疑, 怀疑一切, 否定一切, 我爸现在倒有点 喜极而气的意思, 他颤抖着声音反复说, 能说话就好, 能说话就好, 然后我们都沉默了, 十年没有说过话, 我不知道跟我爸聊什么, 我总觉得, 我们这个家是不正常的, 是病态的, 我回想梦里的温馨, 那是我的幻想, 是我从同学那里听来的 他们家的故事, 他们讲, 在家里, 他们可以和父母开玩笑, 甚至疯疯闹闹, 一家三口每天吃了晚饭, 会出去散步, 周末, 他们跟爸爸妈妈一起上街购物, 这些, 我们家都没有, 我爸一个人赚钱养家, 月收入过万, 看起来不算少, 但除了日常开销, 还要还房贷车贷, 还要存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我们家的经济不算富裕, 我妈不出去工作, 因为她要照顾我, 我上高中住校了, 她也不找工作, 她宁愿拼命想办法节约用钱, 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也不想工作, 她督促我爸多赚钱, 我爸找了兼职, 周末也上班, 所以她特别忙碌, 我妈对我爸, 既嫌弃她没出息, 赚不了大钱, 又舍不得离开, 我从小到大, 总是听她一遍遍地念叨, 说她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 才委屈自己待在这个家里, 门突然打开, 我妈进来, 搭着嗓门说, 小洛没多大的事, 早点去学校, 要高考了, 得抓紧时间复习, 我爸说, 她伤在头上, 我妈吼道, 这点伤要命吗? 考不上大学, 她以后是不是也像你一样没出息? 眼看两人又要吵起来了, 我一言不发, 下床离开, 我妈在后面吼我爸, 你还不去公司, 扣一天工资亏不亏? 小洛马上上大学了, 要花一大笔钱, 我心里满是悲哀, 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 又穷又争吵声不断, 给人很大的精神压力, 回到学校, 我的思绪依然乱纷纷的, 头也痛, 但想到我必须考上大学, 才能远离这个家, 我用冷水洗了洗脸, 强迫自己清醒, 终于, 高考结束了, 我不出考场, 我妈急切地问, 考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回答, 我发挥得不理想, 估算了一下, 分数不会很高, 我妈不高兴了, 叙叙叨叨地说, 我专门在家里照顾你, 你还考得不好, 你对得起我吗? 我很无语, 就我们家这个环境, 我能读到高中已经是奇迹了, 还希望我再创奇迹? 我妈继续唠叨, 你如果真的考得太差, 我都没脸见人, 我说, 那你别出门, 他生气了, 你考得不好, 我还不能说你, 一说, 你就顶嘴, 你现在不装哑巴了, 嘴巴会说了, 了不起, 我打断它, 我也可以继续装哑巴, 一辈子不跟你说一句话, 你, 我大步走了, 高考成绩下来, 我考得确实不理想, 但也能进211大学, 我立马填了很远的大学, 离家要跨越大半个中国, 一方面, 我想远离这个让我窒息的家, 另一方面, 我想看北方的雪, 这段时间, 我的心里常常躁动不安, 我觉得, 雪能净化我的心灵, 让我的心情变得宁静祥和, 我妈进来, 看见我田志愿吵起来, 跑那么远干什么, 改了, 田本氏, 我不理她, 她扒拉我, 想亲自上手改, 我退出了页面, 我妈不知道密码, 进不去, 她怒了, 吼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班长是北方的, 你喜欢他, 就追着他去北方读书, 你才多大, 小小年纪不学好, 整天围着男人的屁股转, 还追到人家老家去了, 你不嫌丢人, 我丢不起这张老脸, 你必须在本事读, 敢跟那个男生跑, 我打断你的腿, 我气得问, 谁跟你说我喜欢班长, 还要别人说, 你和他手牵手的照片, 都在网上传开了, 哪里, 我妈从手机里, 调出一张照片, 我截图了, 你自己看, 我看见照片上, 我的确拉着班长的手, 那是高考前, 老师为了让我们放松, 那天下午组织大家唱歌跳舞, 当时全班同学围成一个圈, 所有人都手拉手, 我正好在班长旁边, 所以我拉的是班长的手, 我妈单单截了 我和班长手拉手的照片, 我气不打一出来,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没有人造过我的谣, 没想到现在被我亲妈造谣, 我有你这样的妈, 是我的耻辱, 我妈大怒, 我是你的耻辱, 你才是我的耻辱, 那么多女生你不拉, 单单拉这个男生的手, 你心里没鬼才怪, 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 你俩都敢手拉手, 背地里还不知道干了多少卧挫, 够当, 你老实说, 有没有为他剁过胎, 剁了几个, 我气得发抖, 脑袋嗡嗡响, 我有满肚子的怒火要发泄, 要爆炸, 我猛然抓起椅子向电视机砸去, 停, 电视机裂了一道口, 我妈吓得大叫,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充耳不闻, 又狠狠砸, 我妈来拉我, 砰, 哗啦啦, 电视机碎了, 我妈大骂, 你疯了, 砸电视机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买个新的要几千块, 你挣不到一分钱, 就知道败价, 我抓起一块碎片, 往手腕一划, 看着我妈笑, 我死了, 就不会败家, 也不会给你丢脸了, 我的手腕上, 鲜红的血渗了出来, 我妈喊叫着往我面前走, 你用死威胁我, 你以为我怕, 我说, 你走近一步, 我就滑一下, 我手腕上出现了第二道口子, 第三道, 第四道, 我妈不敢走了, 大哭起来, 你助手, 助手啊, 我不过来了, 我笑着问, 妈妈, 你怕吗, 怕我死吗, 她哭着说, 你别动, 我给你包扎, 我摇头, 我不怕死, 如果我死了, 我就解脱了, 这个家太窒息, 我厌倦了, 我死后, 希望你和我爸爸好好相处, 不要再吵架, 我妈哆嗦着手打了急救电话, 又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和救护车差不多同时道, 我看着我爸, 祈求地说, 爸爸, 让我死吧,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有病, 心理上一直都有, 虽然我没有看过医生, 但我自己知道, 因为我每次听见我妈的大嗓门, 都有一种杀死自己的冲动, 我觉得, 只有我死了, 才不会听见我妈的声音, 后来越来越严重, 只要想到我妈, 我就想离她远远的, 想死, 我不想告诉父母, 也不去看医生, 我自己苦苦支撑着, 我每天都要找理由, 让自己活下去, 在学校里, 我不能连累老师和同学, 在爷爷奶奶家, 我不能连累两个老年人, 在自己家, 我又觉得, 如果我死了, 我爸爸会难过, 爷爷奶奶也会难过, 还有我的同学和老师, 他们都会难过吧, 为了不让在乎, 我的人痛苦, 我只能咬牙硬撑着, 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 要努力活着, 我有时候想, 我能得绝症就好了, 那我的死就是天意, 所有爱我的人, 也能接受了, 可我的身体很健康, 今天, 我妈对我的辱骂, 终于把我身体里的恶魔因子, 激发了出来, 他们疯狂地命令我, 死吧, 你去死吧, 你就是个废物, 垃圾, 你活着, 有什么用, 只有死了才能解脱, 于是我对自己下手了, 我爸爸哭起来, 小洛, 不要丢下爸爸, 还有爷爷奶奶, 他们都很牵挂你, 医生冲过来, 抢我手里的玻璃碎片, 我挣扎和反抗, 最后失去了知觉, 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病床边是爷爷奶奶, 他们哭得老泪纵横, 我小时候, 爷爷奶奶时常来我们家, 但我妈一见他们进门, 就找茬骂我爸爸, 或者打我, 爷爷奶奶看了生气, 就不来了, 我只有寒暑假去看他们, 我很喜欢爷爷奶奶家, 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 但我在他们家超过两天, 我妈的夺命连环扣就来了, 能打几十个电话, 我怕她来找爷爷奶奶的麻烦, 只能回去, 看见他们哭, 我也哭了, 我本来不想让他们伤心, 但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我爸进来说, 小洛, 你想读哪所大学, 你自己决定就好, 我把学费转给你了, 我妈跟在她后面, 两眼红肿, 你想在哪里读都可以, 妈不会再干涉, 她好像, 真的被我吓着了, 但她的性格有缺陷, 这一点愧疚, 又能改变她多久, 这个家, 我终究感受不到什么温暖, 也不想留下, 过了几天, 我的外伤好得差不多了, 爸妈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她说, 医生说, 你的心理创伤有点严重, 需要看看心理医生, 你好好配合治疗, 我点头, 我也不想再做这样的傻事, 医生跟我谈过以后, 说, 我发现你妈妈的心理疾病更严重, 我也猜到我妈妈的心理不健康, 但以前我根本不敢跟她说, 我苦笑, 我妈刚愎自用, 性格也强势, 未必相信她有病, 医生随后跟我爸妈谈, 告诉他们, 我妈的心理疾病很严重, 而且很多年了, 必须马上接受治疗, 我妈坚决不承认她有病, 你别想赚我的钱, 医生哭笑不得, 说, 如果不把你的心理疾病治好, 你会不断刺激你女儿, 她也好不了, 我冷漠地说, 她置不置无所谓, 反正我以后不回来了, 她刺激不了我, 我妈又开始哭, 一边哭, 一边抱怨我狼心狗肺, 我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翅膀硬了, 就不要妈了, 要远走高飞了, 我说, 我狼心狗肺也是跟你学的, 这些年, 我们家的亲戚越来越少, 逢年过节都没有客人登门, 都被你得罪完了, 你还不自知, 爷爷奶奶过生日, 你也从来没有去过, 现在你好意思说我狼心狗肺, 吵了一架也没用, 我妈始终不承认她有病, 拒绝看心理医生, 我不再管她, 只努力治好我自己的病, 每周, 我去看心理医生两次, 同时坚持服药, 也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尽量平和, 我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 有一天, 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是我妈的叔叔婶婶, 我外公外婆过世早, 我妈是跟着叔叔婶婶长大的, 但他们对她很不好, 我妈初中毕业, 叔叔婶婶就不让她读书了, 叫她回家帮忙干农活, 供她堂地读书, 我妈后来跟人跑出去打工, 认识了我爸爸, 结婚以后, 她开始每年春节都会带我和爸爸回乡下, 她享受别人用羡慕的眼神看她, 夸她嫁了一个城里人, 还是大帅哥, 但她每次给我穿很漂亮的衣服, 她自己却穿旧衣服, 然后她在叔叔婶婶面前说, 我爸妈过世早, 小时候没人疼, 一年到头没有一件新衣服, 只有捡弟弟的就衣服穿, 我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 现在也舍不得给自己买好衣服, 但我女儿, 我要把最好的都给她, 我要让我女儿知道, 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区别很大, 不是亲生的孩子, 人家根本不拿你当人看待, 她叔叔婶婶开始还忍气吞声地听着, 因为他们有求我爸妈, 想请我爸帮忙给他们儿子在城里找个工作, 可他们的儿子高中只读了一年, 因为打架伤人被开除了, 没有文凭, 又不能吃苦耐劳, 还想挣高薪, 哪有那么好的工作给她介绍, 再说, 我爸就是个普通打工人, 我妈自己都没有工作, 也没有能力帮他们儿子安排工作, 拖了几年, 叔叔婶婶觉得没指望了, 我妈再次提到他们以前虐待她的事, 双方大吵一架, 从那以后就没来往了, 今天他们突然来, 我们都有些惊讶, 两人很快说明来意, 我妈的堂弟四十多岁了, 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 虽然是二婚的, 也将就, 两人准备结婚, 女方要求在城里全款买套房子, 他们的钱不够, 来向我爸妈借, 我妈一口就回绝了, 我凭什么借给你们, 凭你们虐待我吗? 好大的脸, 她审舍恼了, 你总说我们虐待你, 你爸妈死后, 如果我们不收留你, 你现在还有命吗? 我妈的嗓门抬高, 你那叫收留, 不让我读书, 把我当庸人使唤, 你那个短命儿子天天把我打着玩, 我没死是我的命大, 还想让我感谢你们, 我钱再多也不借给你们, 滚吧, 她审舍气愤地说, 你钱多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算计了你男人, 不然你一个初中生, 又懒又缠, 凭什么能嫁到城里来? 我不由好奇, 我妈算计了我爸才结的婚, 我妈反驳, 是我算计的吗? 你们把酒乱放, 我倒错了酒, 我呸, 甚是托我妈, 你在我家生活了十几年, 你叔叔擦外伤的药酒, 放在哪里的你不知道? 再说, 你既然讨厌我们, 为什么还带你男人来我家? 不就是想嫁祸给我们? 更可笑的是, 你们根本不是恋人, 人家好心送你回来, 你反而把他灌醉了, 睡了他, 然后你怀上孩子了, 就逼着他娶你, 也是你男人善良, 不忍心让孩子没有爹, 不然, 你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个山卡卡里养猪, 我之前一直奇怪, 我妈明显有性格缺陷, 没读多少书, 情伤极低, 又做, 我爸是怎么看上他的? 现在听了这话, 我才知道, 我妈算计我爸怀上了我, 逼着我爸娶他进门的, 我也明白了, 我妈的情绪为什么如此不稳定? 她跟我爸的这场婚姻 是她算计来的, 根本没有感情基础, 是靠我这条小生命 维系着这场婚姻, 所以我妈总是担心 我爸不爱她, 担心我爸什么时候 就不要她了, 她骂我不爱她, 也是说给我爸听的, 暗示我爸应该主动爱她, 强扭的瓜, 终究不甜啊, 我妈恼怒地把那两个人赶出去, 在门外继续吵架, 我问我爸, 您后悔过吗? 她苦笑, 后悔又能怎样? 总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我摇头, 你们这个完整的家, 我一点也不稀罕, 我爸叹了口气, 说,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也许我早点离婚, 对你更好一些, 顿了顿, 她又说, 你妈也是个可怜人, 看来, 我爸对我妈的感情里, 同情占了相当一部分, 但不知道, 她对我妈有没有爱, 恨又有多少, 我妈赶走了她叔叔婶婶, 进来又抱怨我爸, 听见了吗? 都以为你有钱, 以为我嫁给你是攀了高枝,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实际上呢? 你的钱在哪里? 现在还欠着房贷没有还清, 我爸一言不发, 任他数落, 我想, 我妈刚嫁给我爸的时候, 应该还是很满意, 后来越来越不满足, 觉得我爸挣钱太少, 所以他又开始嫌弃, 但他也知道, 他如果离开了我爸, 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 所以他一边嫌弃, 一边又离不开我爸, 只能在抱怨生理, 达到一种心理平衡, 这或许是心理医生 也无解的问题, 他们的未来, 我干涉不了, 也不想关心, 几天后, 开学了, 我终于飞出了那个牢笼一般的家, 面向朝阳, 我大步前行, 我们往次之后, 一定有一个印象去平衡, 用墨'll to最後一类, 卻撰了是окой虚子, 互相的心理震预和 担,